Hello,大家好,我是阿年,我们现在在河南南亚视博士,大家好多粉丝都知道,我们是从金江若枪和铁末带和田玉的原矿料来这边切割加工雕刻的 然后呢,很多校伴都知道是和田玉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一刀穷一刀富的东西,这料子不太好的情况下,然后就一刀穷一刀富 今天给大家看两块料子,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料子,但是因为切的方式不对,导致直接一刀下去,损失了一百万 大概切了多长时间?6个小时 就是6个小时,一刀下去,损失了有一百万 给大家看这个地上这个东西啊,大家现在有100多片 现在就是说是不是同行的人,看不出来这个料子好在哪 一刀下去,最少损失了一百万,或者一百多万 如果这个料子再没有,就是不这样切的情况下,这批料子现在能超过二百万 甚至二百多万,这一刀 然后因为这一刀,我不知道老板会不会哭音到厕所 这个样子的话,同行就能看出来这个料子是多好了 他当时通货,因为一吨多来的嘛,一吨多来的,当时按照以前他买这个糖料的价钱 这种,这块料子我估计也就是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但是他切成这样,他已经很正了 如果他切这个方法的话,他就这一刀,他损失了一百万,或者一百多万 看,红糖,这个糖黑红糖,这个糖特别亮,特别黑红糖 然后白肉,肉细 包括这些红糖白肉,肉细 像这个,他也是当时就是他为了做这种,就是现在新出来的一种珠子 前面十几吨切完之后,没有一块带肉的 然后结果这是切到最后的时候,然后没想到,切出来带肉了,他下的是0.5厘米的 然后像这个料子,大家都知道,他如果下0.5的,太薄了,做牌子的话太薄了 只能做包金或者镶嵌,现在来用,如果当时像这个厚度 如果他做到1.0的厚度,到时候切这种50排,像这样的50排,一块在市场上 达到的市场价格,大概就是12万到15万之间 这个可以同行来看,就是这个品质的,这个品质的,四六的牌子,我们不说多大的牌子,四六的牌子 这一块,市场价值不值10万,朝上,大概有30多片,30多片 我们现在按,他先下的是0.5厘米,如果按一公分的话 我们正常来说,因为他切片中间也是有损耗,应该是能下15块这样的牌子 15块这样的牌子大概是价值200万,不说这些,就不说这些 像这些的话,因为他稍微窄一点,肉没那么多 像这种的品质的话,也是能达到七八万 因为他现在这样的一刀切下去,他这个料的价值就损失了100万,或者100多万 这样,这批料子如果说是,按照我们的切法来切的话 这批料子能超出到200多万到300万的价值 大家特别好奇,为什么这样的料子,他切一片如果出肉了,他为什么还这样切 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打猪子,猪子的长 然后他们就是那种现在新式的这种机子 你多大的料子,你要下多少遍,一次性就下出去了 如果你要下0.5公分呢,他就0.5公分,这样一下过去,全部一次性切成 是不是他同时有十几个二十个,甚至几十个巨片 然后一次,然后全部都间距调成0.5公分 对,就这样,你要切多大,他就可以给你推多少片 他那个直接是可以调的,直接调了多少片 算不算是高科技把这个料子给害了 也不算是,因为这样省事啊,省时省力 因为他切掉的打猪子,他只需要这个厚度 他只需要按这个速度推 但是6个小时,然后一下子推了几十片以后 那个货猪是不是都傻眼了 直接都晕过去了,是我的话,我当时就晕过去了 这个来说的话,他就是这一刀下去,他损失了100万到120万之间 如果说是,他就是,当时只切个片,按刚才我说的那个 如果这样切的话,15个牌子是什么概念 像这种单片,因为他薄嘛,像这种打一片,打一片牌子 他只能卖个七八千,或者八九千 两片的厚度之后,打一下这样的牌子 这样的一个牌子下来 就是,就是十几万,十几万的价格 我会帮你自己吃一下 你想一吃吃 你吃吃吃吃玩意 我先吃吃吃吃吃吃看 所以我就先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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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